好不過大部分的人沒有重大獎 現在荷包還要變更薄 說的是各大素食業 近來都掀起漲價潮 近麥當勞跟漢堡王之後 這肯德基在今天也宣布 六個品項要調漲一到七塊錢 以招牌的蛋塔來講 就漲了兩塊錢 現在一顆蛋塔要四十七元 不過對此肯德基也強調了 其他的常態商品沒有漲價 也有同步來推出 新春優惠要回饋顧客 打開後食漢堡香醇花生醬 包裹卡拉雞腿飄散濃醇香氣 酥炸雞腿排裹上膠麻醬汁 香麻薇辣超過癮 不過現在想吃這些肯德基的招牌品項 得多掏點荷包了 不提成本飆涨 肯德基宣布二月一號開始 六品項調漲一到七塊錢 其中榮原卡拉雞腿保漲最兇 一口氣漲七元 必吃的蛋塔也漲到四十七塊錢 對此肯德基強調 其他常態商品均維持原價不調漲 想吃的民眾還是願意誇下去 其實漢堡王在上個月就已經調漲 平均漲幅百分之二 麥當勞更早在去年底開漲價第一槍 就怕嚇跑客人 春節前也紛紛祭出新品與優惠 像是肯德基開賣硬景的富貴金沙基 指定套餐加贈限量紅包 麥當勞洗手哈羅基提拜年 紅豆派強勢回歸 摩斯則要送出航海王紅包袋 家裡就是要有一些熱鬧的氣氛啦 對啦 還是會買來吃 還是會買來吃 因為久久一次啦 我們家蠻喜歡吃那種版斗的年菜啦 就比較不會考慮素食 不太會吃素食 其實也有不少人好奇 究竟素食店哪些必吃哪些該必雷 像是肯德基的紙包機 以及麥當勞的冰炫風都是熱門品項 而最難吃炸雞薯條 也分別是麥當勞和肯德基被點名 各大素食業者拼出獨特性 即使價格年年小漲 還是擄獲許多陶科 記得做節目 夜總台北參報導 出獨特性